我自己完全没有在演习 所有的演习都是真实的反应 我记得有一场戏 我就是往前跑的那个土蛋 直接往我身上炸了过的领土 直接进过耳朵里面 然后当我老公就嗡嗡的一下 就震震出波门 所以我是经历了爆破 是经历最多的一个人 爆炸的点和爆炸的范围的 那些东西都能了解了 然后了解完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就更好地去呈现 对西兰大学山高临建筑的那些精神 不会再来没错